7月23日下午,歌手永儿、洪卓丽及组合CLSTAR等人在中环南桂坊出席2016迷亡争霸歌唱比赛记者会 2016迷亡争霸全球广东歌歌唱比赛在香港举行海选 作为第四季冠军永儿及参赛者洪卓丽 第五季冠军CLSTAR应大会邀请来到现场分享比赛心得 这次他们以歌手身份参赛 更要遇参赛者PK 洪卓丽与永儿坦言压力比出道前大得多 但就觉得好玩 我觉得压力是蛮大的 因为当歌手之后就以为不会再被人家就是在一个现场 就是可以要评论你的唱歌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三个月参加的时候是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跟素人参加一起PK 其实发现很多的素人其实他们唱歌是真的很厉害的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当然歌手游参加比赛就可能要更小心一点 就可能又要找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 所以压力还蛮大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所以还蛮好玩的 永儿近期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妈妈压力爆表 曾试过在网上发文深泪 对此情况永儿也做了回应 那一天是真的压力很大 然后因为凌晨时分嘛 然后也不想打扰朋友两三点 这样找人家倾诉 所以就忍不住就是在那个网上发了一篇文章 那也没有想到大家就是第二天这么多人就是有回想 那也谢谢啦 因为因为各天有很多好朋友打来就是就是问我的心情怎么样 那其实我我的人就比较那个心情是大起道路 突然间会很不开心 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突然间又会没事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发泄的一个渠道 这些渠道是一天清晰了往事 赞悔向上头哀起